很多发言我觉得蛮有意思的 但是第一点我想要提到的就是说 按照这个说明会上第三点 它是说因为有很多保固区被通过了 所以慈祭应该也可以被通过 第二个是说保固区跟别的地方都被破坏了 所以这个地方十几年前被破坏了 我常常在深思啊 我记得正言法师也讲过 自觉内心勇侵权 应该要自己去反省自己啊 那我们是不是应该要用更高的标准呢 更慈悲的态度呢 来更高的道德标准来看待这个事情 而不是说别人做了我就可以做了 以前人家做的我现在就应该可以把它做 这是完全不一样的思维啊 那像刚刚那个发言人提到 NGO的善经济啊 必须要是真的确实的国家是有帮助 但是NGO的善经济一定要在这保固区变更的这个条件下来执行吗 那我相信他们应该可以做得更好 那另外的我们有很多那个大部区的就是在我们这个社区里面的同仁 住户讲啊将来这边不会沿水 那大家觉得应该开发 但是呢我以一个工程人的角度 觉得我们最大的可悲就是说 我们常常觉得工程可以盛天 人定盛天 试想两年前在高雄这个大雨 只要说一天一天下降一千六百公里的雨量下在我们台北市 不管是内湖区也还任何量 你扪心自问你躲得过吗 你能够善了吗 只要今天连淹了两次的话 你认为这边的房价还能够像现在这么的同伴发展吗 不要认为说这个这是可能的 我们今天尽可能去保护这个地方 让它维持现状 假如说我真的也诚心的期待 希望说只要以这个慈悲心以佛陀心来看的话 那我们是不是 我们也同意它开发 但是不是去建这个志工大楼 也一样让人请求他们能开发 把这个开发呢 仅做一个水保工人 仅把它这个这一间 现在的这个所谓的水泥地把挖掉 然后让它能够完全的制宏 然后来补这个我们政府的雇足 补市政府的雇足 补这个驱功 没有替我们想办法再做更好这个雇足 那这个地方真的让它作为水保工业 让我们每个人能够在这个地方 散步去搞好车 就如同刚才简报说 所有的休闲生活都能做 但是呢 就是不要去盖那个大楼 那盖了大楼 其实大家没有特别注意 我也想说 大家都一再强调不要谈 不要谈这个工程 那就不要谈 但是呢 这个大楼确实一直往后退 退到了山坡 拴脚下了 那个就是会影响 那当然既然说 大家说他不懂工程 那我们就不提工程 我们是想 假如这边真的淹了水 您的家您的这边的财产有保障吗 您的房价还不降这么好吗 我也是受贵者 我也在几十几年前买了房子 现在我也觉得 我飘高了快两倍啊 但是呢 只要淹水以后 我以前从细子搬来 细子淹淹养赤水 那房价到现在一蹶不振了 被淹水的地方都好不起来 所以我想说大家平心忌借想一下 不是说我们反对 我们从来也没有任何人认为实际 没有做善事 他们的的确做了非常多的善事 但这些善事 一定要在这边这个地方 盖这个制风大楼吗 早不要盖这个制风大楼 难道就做不成善事吗 我们的出发点是这样的 谢谢 谢谢你们 好 谢谢我们 十分